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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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则嘛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本则嘛 时长约1分56秒 腾讯体育9月2日是黄马对阵来加内斯 本则嘛 表现出色 在比赛里打入两球 新赛季的前三轮 八国胜手已经打入了四个连赛进球 而非常神奇的是 再打入一个连赛进球 本则嘛 就能追平上个赛季 再吸载38轮的总进球术 马卡道表示 正是C罗的离开才激活了本则嘛 C罗的离开激活了本则嘛 上个赛季的吸甲 本则嘛 在联赛里出场了32场 打入了五球 进球效率非常低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这个赛季 法国人却成为了黄马进攻端的大杀器 目前在三轮吸甲 他已经打入了四球 场军进球数超过了一个这样的本则嘛 成为黄马的一大惊喜 在西甲连赛之手榜上 本则嘛也暂时排名帝 因为在C罗身边吸球 本则嘛的开火权会受到限制 但是葡萄牙人已经加盟了油文图斯 这让本则嘛在进攻端 有着绝对的开火权和主导权 他的发挥自然也更上一层楼 在马卡道看来 在C罗离开的背景下 本则嘛的发挥才如鱼得水 而如果拉莫斯将点球的处罚权 让给法国人 那么本则嘛必然成为 现在进系在金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当然 C罗的离开不仅激活了本则嘛 同样激活了贝尔 截止到目前 威尔士球星在三场比赛打入了三球 场均进球数也有一球 根据西班牙著名推特账户Mr.Chip的数据 在2014-15赛季以来 在联赛的前三文 此前 本则嘛 和贝尔的进球数相较最高是四个 而在本赛季 两人加起来打入了七个连赛进球 具体来说 在2014-15赛季 贝尔和本则嘛在连赛前三轮打入了两球 2015-16赛季 两人在前三轮打入五球 2016-17赛季 贝尔和本则嘛打入了两球 2017-18赛季 两人在前三轮不过打入一球 有趣的是 在离开黄马后 C罗的效率倒是非常低下 在23次射门的情况下 葡萄牙人零进球 而贝尔目前是12次射门取得三个进球 本则嘛是8次射门取得四个进球 两人的效率加起来是20次射门期进球 这让C罗几位尴尬 埃瑟西奥在西甲的表现也非常突出 他目前制造了三个点球 成为黄马进攻端的一个爆点 看起来 黄马在没有C罗后照样玩的转 不过 没有C罗的黄马 还需要接受强队的检验 别忘了 洛佩特级的球队在欧洲超级杯 可是输给了马进 目前黄马在西甲虐菜没有问题 那么强强对话了 因此黄马不能太过乐观 考验还在后头 Bluke